哈囉大家好 我是芊葉 今天不要懂 今天很特別喔 我們帶大家來參加紅塵建設 跟今月的住戶回娘家活動 這個活動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背後這些人 他們全部都是已購戶 像紅塵建設他們還蠻用心的 準備了像是胖卡車啊 還有抽獎活動啊 慶祝他們買房子回娘家 然後呢現場準備很多大象的好禮 來讓他們抽獎 不只有吃有喝有得晚還有得拿 然後呢順便也要慶祝一下 二期水月清清 要來公開銷售了 那現在呢我先帶大家吃起來 新幹二期水月清清 由紅塵建設投資興建 基地臨近A8捷運站 就位在一起更金院隔壁而已 地址是上階段28地號 基地面積910.52坪 公設比32% 總共規劃3棟共204戶7店面 樓高13 14層 地下則是5層 坪數有2到3房 2加1和4房 25到46坪都有 基地位在文化二路旁 擁有林口雙扎道 未來還有林口第三交流道 生活圈呢 靠近A8長根 周邊利多 包括華雅科長根醫院 都有人口支撐 台灣因為氣候非常潮濕呢 而且加上有梅雨季節 所以我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這個防水工程 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這次紅塵建設呢 特別強調我們的防水工程 做得非常好 但是大家到底看得懂 什麼防水工程做得好的差別嗎 第一個就是廁所 第二個來講就是所頂樓的部分 我們是用防水潭 防水潭來講 它的部分來講就是叫做EDBM 它的材質來講 它是耐熱 抗UV 抗熱到100度 這麼高 甚至來講它是比較抗寒冷 它的彈性來講會比較充足 浴室的部分 兩面牆跟它側面的部分來講 做一個止水噸 做完之後 再氣牆之後再做防水 它會比較恐怖 看二期之前呢 可以先看一期 根金苑呢 光是大廳裝置藝術 就耗資近300萬 由知名空間藝術家 黃佩穎打造 主題名為慕恩 金黃色調一走進這個空間 彷彿美到晨光 沐浴在身上 如暮春風的意思 非常特別 剛剛我們二期的房子 當然要先看一下 一期的房子蓋的怎麼樣 所以我們實際來到根金苑 一期約39屏的石屏屋來看一下 進門有一個完整的玄關空間 再來看一下客廳的部分 這邊也是整個重劃區裡面 少數客廳尺度超過3米寬 的部分 再來是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餐廳也是空間非常的完整 沒有壓縮到 全家人才可以聚集在這邊吃飯 非常的溫馨 再來還有哪些細節呢 帶你來看 以這間移購物來說呢 將客廳旁的房間 牆面變成透明玻璃 延伸整體視覺空間 當作工作室來御用 獨立廚房標配林內三機 洗手槽也有伸縮龍頭 搭配上方觸控感應燈條 採用白色玻璃牆面 兼顧美觀 外域配備五合衣暖風乾燥機 觸控燈鏡 讓半夜如廁看得更清楚 P型檯面收納更方便 五金呢也全是頭透品牌 牆壁仰角再用鋁條收邊 不刮手超鐵心 一般看的案子 它可能會為了要降低我的總價 就會要我多隔出來一間 然後使得我其他的房間變小了 那變成是說我個人在居住上 甚至是以後會有小孩的話 那個整個舒適度是會有差別的 所以才會想說更金月這樣子的一個動線 那跟我格局上才會有比較好的一個舒適度 買房時如果有一期的塵屋 不妨多參考 現在一期更金月已經完銷 接下來二期水月清清 也已經吸引不少收購族詢問